出埃及记第五章 后来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 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洁 法老回答 耶和华是谁 我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离开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 他们说 西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 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或刀剑击杀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啊 你们为什么使人民懒惰不做工呢? 去挑你们的担子吧 法老又说 你看 现在这地的民很多 你们尽叫他们歇下担子 就在那天 法老吩咐众民的都公和首领说 你们不要像往日一样 再把草给人民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往日做砖的数量 你们还是向他们要 一点也不可减少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所以他们才呼喊说 让我们去献祭给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的身上 好使他们专心做工 不听谎言 众民的都公和首领出来 告诉人民说 法老这样说 我不再给你们草 你们自己能在哪里找到草 就在哪里去捡吧 但你们的工作一点也不可减少 于是人民就分散到埃及全地 去拾河街做草 都公们催着说 你们的工作每天的本分要在当天完成 像以前有草的时候一样 法老的都公 责打他们派定的以色列人的首领说 你们昨天今天 为什么没有做完指定要你们做的砖 像往日一样呢 以色列人的首领就来 向法老呼求说 你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没有草给你的仆人 但他们对我们说 你们做砖吧 看哪 你的仆人受了责打 其实这是你自己人民的错 法老说 你们确实是懒惰的 所以你们才说 让我们去献祭给耶和华 现在 你们去做工吧 草是不给你们的 砖却要如树交上 以色列人的首领应有命令说 你们每天本分要做的砖术 不可减少 就知道自己有祸了 他们从法老那里出来的时候 遇见摩西和亚伦 正在站着等候他们 就对他们说 愿耶和华检查你们 审判你们 因为你们使我们的香气 在法老眼前和他的臣仆眼前都发臭了 把刀放在他们的手里来杀我们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主啊 你为什么苦待这人民呢 为什么拆派我呢 自从我到法老那里 奉你的名说话以来 他就苦待这人民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自己的人民 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你自己的人民